巨型贵宾犬被狗主人狠狠地捅了两刀 背后的原因令人愤怒 这天辽宁省的一个流浪犬救援组织接到一个电话 那就是一只巨型贵宾犬在一家佛具店里面被别人捅了两刀 如果流浪犬救助基地不紧急前往救援的话 这只狗有可能活不过当天晚上 于是流浪犬救助基地马不停蹄赶到了这家佛具店 经周边的人群介绍之后真相令人大呼不可思议 原来这只巨型贵宾犬就是被他狗主人自己捅了两刀 狗主人养这只贵宾犬已经有一年时间 平时也是对贵宾犬拳打脚踢 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狠直接捅了他两刀 事情的起因就是这只巨型贵宾犬今天在佛具上面杀了一泡尿 于是老板气不打一处来 但拳打脚踢之后还不过瘾 直接捅了他两刀让他生命垂危 流浪犬救援基地恶话不说 将这只巨型贵宾犬送到了宠物医院 经过一整天的紧急救援 值得万幸的就是这只巨型贵宾犬最终捡回了一条命 不得不说这家佛具店的老板真的是太狠了 自己养了一年的小狗竟然可以下此黑手 对于这种情况您如何看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